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0年6月7號 禮拜一播出的聚財線上 那我們今天呢 很隆重的跟各位介紹 我們傳語財經公司的分析師顧問 施明德是分析師 主持人你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是我們分析師主席 我們都稱他施主席 他是我們投資界的主席 施明德施主席 那我們知道主席有在 不僅之前在上市的公司 做投資的主管 那在我們一些年代華視的節目上 有做一些節目 那在投信投付的資歷也很豐富 那不知道我們主席今天是不是 是不是要為我們帶來什麼樣 是不是從法人的角度來看 用法人的角度來看 市場經濟是在怎麼運作的呢 對 因為最近這個行情呢 事實上呢是高檔拉回 那麼拉回的過程當中呢 我相信非常多的投資朋友 最近看到外資的賣鈔啦 或者是投信呢 也是不太願意大量的做一個買進 到底這些外資法人 對台灣的後世是看好 或者是這個比較悲觀的一個操作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呢 會從這些大的法人的機構的一個 看台灣的一個長期展望 你就可以看得到台灣股市未來長線 仍然還是比較屬於樂觀的 那麼最主要的 就是說 現階段呢 很多的投資朋友呢 在去年都滿懷希望 滿懷希望呢 一路低檔不敢買 一路買到高檔7000 8000之後呢 卻發覺高檔漲不動 然後呢 買到了之後呢 想要長期投資 就變成了中線波段的 又有一個套牢 所以說呢 現階段來到了7000多點 到底未來後世會到8000 9000還是1萬 要怎麼樣做評估 我會從法人的角度 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為什麼要從法人的角度 各位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台灣股市 每天法人進出量 已經越來越佔據到關鍵的一個地位 所以呢 台灣漸漸的從散戶市場 慢慢移動到法人市場 所以法人的看法的多空 將會決定台灣股票市場 未來後世的好或者是不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呢 在現階段呢 我們把這個法人的一個 長期的一個展望呢 我們做成一張表 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長期的市場評估表 那這張市場評估表 也是大概我15年前 也參與了野村政捐在台灣的 這個一個研究部門的一個展開 然後我們要對台灣市場 或者是各位要去投資 國外的任何一個市場 你都必須要從這個角度 從這些項目去做評估 那麼當然呢 有些總體經濟面的一個項目呢 可能對一般的投資人來說 你需要取得的資料呢 可能稍微有點困難 但是沒有關係 現階段的網路呢 尤其去採網 也提供各位很多國際化的一些 這個素材 以及這個資訊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好 我們來看這一張長期的市場評估表 你可以看到從最早的 我們用10等級的評分 這個比較簡單 你就可以看到 1是最壞的狀況 10是最好的狀況 好 我們給他每一個項目 我們都給他1分到10分 那麼5分呢 就是中間的一個水平了 好 看市場 一定長期看市場 要從經濟看起 所以我在這邊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長期你看某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 會漲會跌 看經濟 不看金融 金融是其次的 為什麼 任何國家的金融政策 一定是為了要幫助他經濟的成長率 所以你看到的金融政策 什麼是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包括了利率 匯率 以及其他的 他國內的一些財政政策 或什麼經濟政策 經濟是什麼 經濟就是這個國家的 包括了他的經濟成長率 包括了他的出口 包括了他國內的虛消費 包括了他國內的一些投資 這個就是這個國家經濟成長的 最主要的一些數字 一個動能 一個國家的經濟 GDP成長 就跟中國大陸 印度一樣 他每年的經濟成長率 都是8% 10%的成長 累積個一兩年 他股市也必然 會用很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跟著經濟一起成長 所以你要看一個國家的股市 要去看他的經濟成長 金融為什麼說是其次 金融利率的調整 匯率的調整 都是為了要讓經濟成長率 達成高成長的一個目標 這個必須各位要了解 好 我們從這邊來看 你要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 要先看什麼 先看政治 好 那麼從政治面的穩定性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這個國家股市有沒有前途 先不要看經濟 這個國家政治不安定 他怎麼會有經濟成長 他怎麼會有股市的成長 就跟最近的泰國一樣 當泰國國內有動盪的時候 他絕對經濟不會成長 股市不大跌已經很萬幸了 更不用說他會漲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 你要先去看他的經濟的安定性 我現在講台灣 我暫時不講別的區域 我們來看台灣的政治的安定性 目前來看 國民黨他還是國會的大多數 這個多數黨 所以他的法案的通過沒有問題 然後呢 目前國內的政治面是安定的 所以政治的安定性 國內我給他7分 他是相當高的一個水準 現在國內的政治面 算是相當安定 另外最大利多來自於兩岸 那麼過去台灣股市呢 通常被外資呢 進來就先砍1000點 為什麼? 因為兩岸他有危險 有戰爭的因素 有兩岸的之間的不安定性 但現在 我今年呢 跟很多的外資有這個聯繫過 他們認為今年台灣最大利多 這一兩年台灣最大利多 來自於兩岸的和諧 來自於兩岸的可以攜手 你以前從來不可能去想像說 兩岸可以坐上談判桌 去簽一份合約 現在ECFA六月份 可能會真的會落實會簽訂 所以這個是兩岸最大的一個利多 而這個利多也是外資 或者是國內 就像331寫報告 國內今年年底會到1萬點 最主要的一個依靠 外資看台北股市 最大未來可展望的利多 也是兩岸的一個和平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兩岸的一個政治的安定性 我們給他8分 非常高的分數 附近地區最近是4分 為什麼 包括泰國的動盪 包括南北韓最近也是 有一點點紛爭 所以說呢 最近地區你看 包括日本首相的下台 雖然日本首相下台 短線上日本反彈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 政治不安定 絕對會帶給他的一個經濟 會有波動的 所以政治面 附近的地區 的確是不太安寧的 全球目前的政治狀況呢 在歐洲也是不太安寧的 歐洲有歐債風暴之後呢 現在各國的勞工團體 罷工的一個氣氛 是越演越烈 這個部分也是各位 必須要稍微要做一個 小心提防 所以在政治面呢 我們給他一個 Total的一個平均分數 是6分 在台灣而言 這個是非常高的一個展望 樂觀的一個展望的一個分數 另外我們接下來來看 經濟的成長 那麼經濟的成長 台灣現階段數字 也非常漂亮 台灣的一個總體經濟面的數字呢 現階段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第二季呢 這個主技術也公告的 非常 第一季是非常漂亮的數字 第二季也還不錯 但是不要忘記 這個成長率呢 因為去年到了第二季第三季 開始有一個正向的一個成長 所以我們到下半年 GDP的成長率 它會放慢一點 放緩一點 但是基本上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在亞洲四小龍 在今年來說 也應該會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在這邊呢 我特別也點出來一個 過去台灣這五六十年來的一個 總體經濟面的數據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它在平均的一個運行的週期 當台灣的多頭市場 也就是經濟開始成長之後 它會連續成長33個月 就是台灣過去有很多次的 總體經濟的循環 那麼每一次我們把它平均起來 每一次多頭 當它開始經濟成長之後 每一次成長都是平均了33個月 到現階段台灣進入開始復甦成長 也不過才一年半的時間 所以未來的一個後世呢 仍然還有最少一年半的時間的一個多頭